这里是身边,各位好,我是立坤 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啊,这周呢明显比上周冷了 平均气温降了5摄氏度 北京的冬天啊,眼瞅着可就要来了 但是今年的保暖内衣呢,却是低调上市 这是为什么呢? 这保暖内衣啊,无论是自己穿还是送礼 都是咱们贴身的一份温暖 那么今年的保暖内衣有哪些改良? 到底哪一种最保暖最扛冻? 几种保暖内衣扛冻指数大比拼 非常实用,您千万别走开 近几天天气骤然转凉 保暖内衣重出江湖 在市面上又开始大行击道 这比前几年的保暖内衣大战 今年的保暖内衣去场还真显得不那么热闹 今年的保暖内衣呢,跟往年呢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在材质上呢,加了一点竹炭 之前是各厂家打的概念战价格战 今年看来啊,就略显低调 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说保暖内衣呢 发展人情就是偏中老年了 所以说今年呢就没有说太多的花形 主要以舒适、实用、功能性为主 尽管保暖内衣花样不断翻新 但是穿上保暖才是大家最关注的 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实验来证明哪一款最保暖 实验这就开始 参考选手有竹炭纤维保暖内衣 添加羊毛的保暖内衣 羊托绒保暖内衣 莫代尔保暖内衣 还有一般的棉家莱卡的保暖内衣 首先准备同样都是75度的袋装牛奶 用不同的保暖内衣分别包裹牛奶 把它们放入冰箱内冷藏 冷藏时间预计一个小时 最终牛奶的温度决定谁的保暖性最强 让我们耐心的等待吧 趁这个时候 让我们了解一下参赛选手的情况吧 新书说今年新上市的竹炭纤维保暖内衣吧 它属于天然纤维保暖内衣 同样属于天然纤维的 还有羊毛保暖内衣和羊托绒保暖内衣 它们的优点就是 西施性强 弹性好 柔软透气 穿着舒适 但缺点呢 就是容易缩水变形 而且价格相对比较高 而合成纤维保暖内衣的主要成分是 鞍轮 饼轮和锦轮 也就是市场上说的 含有各种卡的保暖内衣 它的优点是耐热耐烫不易变形 但不稀罕 第三类人造纤维保暖内衣的材质 是把一些天然材质 经过再加工合成的 比如用木浆合成的莫代尔 它的优点是西施性好 好了 一个小时后 我们看看刚才做的实验 结果如何呢 咱们先看看 一般的棉夹莱卡保暖内衣 用它包裹的75度的牛奶 经过一小时的冰箱冷藏后 温度计显示45度 竹炭纤维保暖内衣 包裹下的牛奶温度是48度 莫代尔保暖内衣 包裹下的牛奶温度是47度 杨托容保暖内衣 包裹下的温度是49度 还羊毛的保暖内衣的成绩是48度 看来啊 保暖性最好的是杨托容保暖内衣 保暖性能四颗星 其次是竹炭纤维保暖内衣 和含羊毛的保暖内衣 都属于天然纤维 所以结果一失 保暖性能三颗半星 莫代尔保暖内衣 保暖性能三颗星 棉夹莱卡保暖内衣 保暖性能两颗星 看来内衣的保暖程度 并不完全取决于布料的薄厚 而合成纤维保暖内衣 也就是含莱卡的保暖内衣 结果让我们有点失望 不过我们的这个实验条件有限 结果恐怕不是特别严谨 只能供您做个参考 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小实验来看 莫代尔的内衣虽然保暖指数低 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莫代尔内衣相比其他内衣要薄 所以一些爱美的人士 会选择这种薄款型 总之保暖内衣的品种有很多 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挑选 但是如果新买的房子装修完 就等入住的时候出了问题 可就没得选了 家住在通州的冯女士 准备结婚的新房 装修不到半年 墙壁开始往外渗水 冯女士家住在八层 按说现在气候比较干燥 不会因为天气原因 墙体返潮啊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更着急的是 时间不等人 这婚期一天天临近了 这次是我们的新房子装修备